我今天會在這裡做一個結束 就是我在 因為我剛剛有說我一個身份是研究生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在讀到那個印度的一個後殖民語性主義者 那個Nib Yuva Davis 他在講這一段移動與書寫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其實在講說 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對話 其實剛剛那個老師他好像也是以對話為結 重寫對話 可是他講的可能跟 我現在要談的可能有一些些不一樣 他因為說不同的文化的接觸 它是一種對話的關係 不同背景的婦女 他其實都扎根於自己的集體和身份之中 而且把這些觀念帶到對話裡面 可是同時呢 為了能夠跟來自別的集體 具有別的身份的婦女進行交流 他們就得努力的使自己移動 那他這樣的移動的過程裡面呢 他不應該涉及解除自己的中心 因為那將失去自己的根跟價值觀 而且移動的過程也不應該同化他者 對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在談的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書寫他人的時候一定有我們的限制 我們看到的一定是這個人的一個側面 並不是他的全部 甚至包含我們在書寫我們最親密的人 我們的父母也是一樣的 嗯 所以 但是 但是 嗯 在伊斯他這邊談的就是說 那個限制 跟那個你看不到的 然後你正在努力想要看到的那個過程 那個本身 那個限制本身 它也是具有價值的 所以 嗯 就是 總結剛剛談的 我覺得書寫它是一個理解的方式 它是一個我們走向一個未知的一種可能的方式 然後我覺得 最後我覺得就是寫就是了 就是 也不管不要去想自己可以寫成怎麼樣 或者是自己是 當你心裡面有所想要寫的時候 就提筆寫吧 就是把你的故事或者是你身邊的故事寫下來 他們都是有價值的 對 對 這就是我最後的一個小小的結論 好 然後 然後 還有三位朋友沒有認識到 有點可惜 那 因為最後還有一些時間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的 嗯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講麗娜 她的本名是阿衰 那為什麼你創作的時候 就是 她的題目不以她的本名 而是以她後來被賦予的那個名字 嗯 因為我沒有把那個整篇文章放出來 因為其實我 一開始的第一段 我就有講到幾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我故意用這個名字 是想要 去有點批判的意思 批判這個名字這樣 批判 那個過程的 不是那麼的人性的過程這樣子 就是她 呃 一個官方的 官方的機構 有什麼 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能力 可以賦予你名字呢 對 所以我其實想要用這個東西 去帶到後來她的名字 她真正的名字 對 謝謝你的提問 還有 還有其他有問題嗎 我想要請問就是 大部分的 我的書寫都是在描述那個過去的時間 那你把你自己安放在哪裡 就是好比說 可以在 那個高中時候的 你看到一個 跟Lina的對照 那 你現在的樣子 有想要就是 怎麼樣的書寫下來嗎 其實我覺得 在書寫的過程裡面 我 我雖然回到了過去 但是我其實都是帶著現在的我 就是其實我覺得 那個是有一種雙像 雙 雙重的 雙重的狀態 雙重的眼光 一方面 我 我渴望回到那個海提時候的眼睛 但是 那個海提時候眼睛 其實也還是帶著我現在的眼睛 在觀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在書寫的時候 其實它是 它依然是一個雙重的 而且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 人的記憶很多也是虛構的 就是 當我在描繪過去的場景的時候 其實那不一定是 真正的當時 現刻發生的真實 可能是我在經過那麼多年 重新回憶之後把它定下來的真實 所以我覺得 書寫者 可能有一個責任吧 或者是一個 權利 就是書寫者 他是一個有權利的人 因為你可以書寫 你是字 你可以書寫 你可以去描繪一個人的狀態 一個人的形貌 你可以去確定一個事件發生的始末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 做一個書寫者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就是要 你要知道書寫 它是包含著一個責任的在的 對 謝謝 還有嗎 就是 你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家長 我現在是小學老師 就是 然後 我剛剛聽完 你在說這個故事 就是在講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故事本身是有力量的 因為 故事 可能有好多種不同真實的版本 可能又像你剛剛說的就是 可能 你在 小 在寫 小時候的那個眼睛 看待那個 那段故事的時候 你現在的眼睛 可能又跟以前的眼睛 雖然是雙向的自己跟不一樣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你在寫故事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遇到很多 張力 就是 你怎麼去處理 就是 你可能會有 衝擊吧 嗯 那那個張力 你怎麼去處理那個衝擊 比如說 你在看待 那個 莉娜的故事的時候 你怎麼去處理那個 比如說 阿公的故事 就是那個張力一定會 不斷在你的心裡 不斷的產生 那你怎麼去處理你內心的那個 衝擊跟張力 嗯 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書寫的 那個時候都是在處理這個 處理這個狀態的時候 就是包含你怎麼樣去描繪 那個 所謂的他者 或者是所謂的 你以外的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 因為我很習慣用文字去思考 所以我 我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透過書寫 跟重複的修正 來去完成我的理解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理解 它其實都是包含著很多未知的 或者是一個未完成的部分 包含我自己現在的 我覺得我現在還是在一個未完成的部分 我只能 我也 我也只能夠 只能夠 因為我 可能我的個性 我的 我現在長成的樣子 我的狀態 就是我 我好像只能夠透過閱讀 透過書寫去 做這樣的一個理解 這樣子 所以我 可是我覺得我這樣 包含滿回答他的意思 就是 確實這樣的張力 這樣的衝突 是隨時隨地跟著你 就是在你每一個書寫的當課 它都是存在的 然後 有時候還包含了一些倫理的 一些 倫理的 倫理的 議題 或者什麼在內心裡面 會去不斷的 不斷的去考驗您 或者是 怎麼樣的 對 那 可是 嗯 嗯 可是 就是 所以書寫過程裡面 它有很多的選擇 就是你選擇要呈現 呈現的是什麼 你選擇去隱晦的是什麼 那可能就是 會取決於你當時的認定 跟你當時能夠 就是你當時能夠認定的狀態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很多 對 我自己重新看自己過去的書寫 我覺得我也不可能再去寫 跟以前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又 嗯 我有同時 嗯 所以我 雖然我有時候會去肯定 我過去寫的東西 但是我有時候也會不滿意 自己曾經寫過的東西 因為會覺得 我還可以 還可以做怎麼樣的理解呢 我還可以去做怎麼樣的修正呢 會有很多很多這樣的想法出來 對 然後 我覺得說故事就是一個 一個去盡量的避免一個 單一敘事的事情發生的 這樣 所以你必須要用 你可以嘗試用很多的角度 或者是別人不曾用過的角度 或者是只有你看見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所以他看見的世界是很不一樣的 你可以用你的看見去書寫這樣子 對 所以你在書寫的過程裡面 會反反覆覆的去檢視你所寫的那個故事 比如說 當我寫完這一篇之後 你會過一陣子再去 重新再去檢視 對 那會發現說自己在當時寫的過程裡面 會發現一些 你可能沒有考慮到的事情 然後再去做修正 對 然後我覺得 也許一個很好的書寫 他可能還是就是 不同的人 他看到這篇文章 他其實可以截取到 那篇文章不同的部分 就是可能跟他自己的生命有關的部分 但那個取決的部分 可能就是要找有讀者 對 但我覺得做者能夠做的就是 把你看見的說出來 謝謝 謝謝 我想要續責問剛剛講到那個倫理的部分 就是你 因為寫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跟你家庭的人有關 他們自己有看過 你描述他們的樣子嗎 或者是他們有給你什麼樣的回饋 或者是他們曾經給你什麼樣的 就是好的或不好的回饋 我 我的 阿婆 因為我寫很多娃公跟娃婆 娃公他會戴老化眼鏡看 然後我阿婆他就是要叫我 堂弟讀給他聽這樣子 因為 然後 有 就是我寫那個九重歌的時候 我有一個寫 我有一個 我為了要描繪那九重歌的顏色 然後我的意思 其實我裡面有一句是說 我有一句是說 我記得 我就是說 我現在想像講的 嗯 我就說那個九重歌的顏色 就像娃婆的乳韻 那個少女般的顏色 因為娃婆的乳韻 他還是粉紅色的 對我是用那樣的去寫 然後 娃婆那時候聽到這個 他就說 他就先問我說 你的稿費多少錢 我就說 好像我記得那裡 一個字一塊 零點八還是一塊 然後那一天大概兩千多字 大概兩千塊左右吧 然後我就說 嗯可能一兩千塊 然後娃婆就說 兩千塊你就把你要PO賣掉了 對 然後所以就是 他當然是開玩笑的講啦 其實他 他 他 因為對他來說 世字這件事情 是很神聖的事 因為他不是字 所以他會把世字 當作一個 認為是一個很神聖的事 他覺得他的孫女可以書寫 他覺得很驕傲 他是這樣想 但其實我在書寫的時候 我也常常會 會反省吧 會想到說 就是反省到 我作為 我為什麼可以書寫 為什麼我可以試字 為什麼我在我們家裡面 喔 因為我們家裡面 我是讀書讀最多的 然後像我妹妹他們 就差不多讀到高中畢業 我妹妹 包含我妹妹他們也都讀到高中畢業 就沒有再 就沒有再繼續念書 然後他們連高中都是很辛苦的讀完的 然後我們家 我叔叔他們也都是 就是我們家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就是 不是一個就是 學歷很高的 就是大家都 就是 都差不多國中高中這樣 然後 所以 我在書寫他們的時候 其實 我也 有時候會很惶恐的 我不知道說 他們看到了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但我還進了一篇 他也是知道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全部讀完 但是他知道我有寫他 嗯 然後 然後我的 《越南答經》 他是可以試字的 因為他後來要去上試字版 他是可以試字的 所以他會 他會讀我的東西 包含越南文的部分 或者是 或者是不是 不是越南 或者是中文的部分 然後 我小愛經的 小孩現在也是 要準備上高中了 就是大兒子 準備上高中 然後他自己 他本身也是 我記得他 他現在好像已經有一篇文章 登在報紙上了 就是他是一個 就是 對書寫有興趣的人 其實我本來也想找他來 但是 可能太遠了 因為他在新竹 太遠了 所以就沒有來 然後 他也會 我知道他會讀我的東西 這樣子 對 然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們真的 真的讀我的東西 有什麼感覺 但是他 因為他們是我的家人 所以他們對我的書寫 都非常的包容 對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們 嗯 我要幫忙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在我 呃 想要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 遭受的一個質疑 就是說 我們做家族書寫 可以寫到 什麼樣的程度 那個界線 該怎麼拿捏 例如說如果 我有一個是 呃 呃 上位出櫃的同志的兄弟姐妹 那 我可以寫他們嗎 他們願意被我這樣子 被 就是 被出櫃這樣嗎 你就是說那個界線 可以怎麼拿捏 就在你的經驗裡面 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尊重他們 就是 如果他們不願意被 寫出來 我是不會用一個 這麼計時的方式 把它寫出來 就是說我的兄弟怎麼樣 我可能不會用這種方式 但是我可能會 如果我真的很 有對他們的故事 有很想要說的欲望 我也許會用小說的形式 然後 可能會用一個很不同的方式去寫 然後 但是 我要講的事情 還是能夠在那篇文章出現 但是 基本上 我還是要尊重 尊重那個人 的意願 或者是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就我剛剛說的 那個書寫的 責任跟 道德吧 對 那 就是說 尊重之前 一定會是先 理解他的意願 嗯 對 所以那在這個部分 例如說 你怎麼去取得 也許是要透過採訪 就是或者 你的取得 這個素材 這個過程 應該會是在 他願不願意被書寫之前 你會怎麼處理 我現在 嗯 我現在 我自己的處理方式是 我有一定程度上 嗯 我會 有限制的去 有限制的去限制自己的書寫的程度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 同時我覺得 我也要 如果我在 嗯 用比較即時的方式寫他人的時候 我覺得那裡面 有很 有很多的我自己 我也必須要 有某 某種程度上 我必須要 同等程度的去曝露我自己 這樣子 嗯 然後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的 很難的問題吧 對 但是 但是你 還是可以透過 種種的 方式去 去了解 被你書寫人的感覺 或者是意願 或者是 怎麼樣的 對 我覺得 嗯 一個基本的尊重 可能還是要存在的 但是那個 狀態 程度 要怎麼拿 會有各自不同的 取決吧 對 看過程 對 看就是不同人 或者是不同的 過程 或者是 嗯 你選擇要書寫的 事情是什麼 這樣子 嗯 因為我們後面 還會有幾堂 是有關於 採訪實務 的部分的話 也許也可以再 問問請教老師 採訪也會去 去接觸到 受訪者的 隱私 適不適合 問等等的 這個 對 尤其 家人跟 女陌生 對象的採訪 又更敏感 對 對 這個部分 我之前 有跟 佑金有討論過 然後他 因為他自己做了很多的 採訪 然後他訪問 新二代 然後他 他說他現在 目前 選擇的方式 是用 第一人成的方式 寫 就是說 他們說了什麼話 我覺得 有一部分 就是回應你剛剛說的 就是那個 要避免我們去 可能在目前的 目前台灣的社會的狀態 跟 跟 他目前 處理的狀態上 就是會採取這樣的一個做法 這樣 這是他的做法 避免 過度 對 是的 對 謝謝 謝謝 不知道我剛剛的分享 大家應該 可以聽得懂 在說什麼吧 嗯 好 那 今天大概就是 到這邊 還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那就先找 如果大家等一下有什麼問題 應該還可以 欸不行了 已經六點了 好 謝謝大家 很高興認識你們 謝謝